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了一个精心包装的盒子 里面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画卷 叫做游春图 游春图是随代画家 展子前唯一的传世作品 也是迄今为止 存世最古的一幅山水画卷 他的主人曾是末代皇帝溥仪 但是有人却指出这是一幅假画 这件珍贵画卷究竟是真是假 又是如何来到这位中年人手中的呢 1945年9月2日 日本外相崇光奎走上了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 代表日本政府向中美苏英四国正式签署投降书 宣布日本战败 就在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 维满洲国复命 被溥仪带到维满皇宫的书画珍品 一千余剑被职守伟兵哄强一空 北平的古湾商人闻讯 纷纷赶赴东北旧宝 现存最早的山水画作品《游春图》 就这样来到了北平 《游春图》一线市 立刻有人要以八百两黄金的价格收购 此时北平局势混乱 这幅画作一旦流出北平 极有可能流落海外 此时一位传奇人物挺身而出 要以一己之力阻止游春图流失国外 他就是张伯鞠 上世纪二十年代 张伯鞠与溥仪的族兄普同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少帅张学良四人 被京津湖上层公认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鞠出身豪门 库外收集古湾字画 陆基的平复帖 李白的上阳台帖 杜牧的张豪好诗 范仲淹的道福站 宋徽宗的雪香归兆图 都是他花巨资购得 那么在1941年的时候 张伯鞠曾经被人绑票 但是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张伯鞠都不让夫人变卖家里的 一个文物产品去筹备赎金 就这样他被绑匪压了 关押了八个月 最后绑匪耗不起了 就主动把赎金 从300万元降到了80万元 还是60万元 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程度 那么在经过多方拼凑了 才把人给赎出来 听说有人要出巨资购买游春图 张伯鞠非常紧张 因为在此之前 他有过一次痛心疾首的经历 赵叶白图是唐画马名家韩干的真迹 原密藏于道光皇帝的曾孙府上 清朝灭亡后 被转卖给了英国人 张伯鞠常为赵叶白图流失国外 而痛心不已 相比赵叶白图 游春图时代更早 因此也更加珍贵 张伯鞠非常担心 国宝又一次流失国外 于是他写信建议 国家拨装款收回国宝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 根本无暇顾及游春图的命运 此时张伯鞠做出了一个决定 要以一己之力挽救游春图于乱世之中 游春图虽然是由琉璃厂墨宝斋的穆盘尘 在长春发现并收购回来的 但是却并被归属 木盘尘一人所有 宠古斋经理 李卓青等六人 都是游春图的股东 依照当年古玩家的行规 同行参与 有力共享 任何一家都没有单独处置 游春图的权利 因此要卖游春图 必须六家达成共识后 才能进行 张伯鞠决定请一位至交出面 帮他购买游春图 他就是国宝在长春流散之时 置身前去旧宝的马宝山 张伯鞠跟我父亲说 这游春图是不可多得的文物 这个东西我想买 想把它留在国内 后来我父亲听了他这个 一举的话 就是说大力支持 可以管可以不管 但是知道 首先一个知道张伯鞠这个人 他是非常爱国的人 爱国人士 他买了东西 他绝不会卖的 卖 即便说卖也不会卖给外国人的 马宝山不但与张伯鞠交往甚后 还和沐盘辰 李卓青等也是好朋友 作为中间人进行洽谈 再合适不过了 经过反复磋商 厉害关系都给人讲明白了 这个东西知道是在你们手里的 如果要是卖给外国人 这不是我们本身的心愿 在马宝山的多次协商下 古玩商最终被张伯鞠的全权爱国之心所感动 经六家共益 以二百两黄金 卖给张伯鞠 但是当时张伯鞠已收购了多幅 宋元时期的字画 手头截据 距离约定交易日期越来越近 张伯鞠却无法抽到二百两黄金 难道这次要和尤春图擦肩而过吗 苦闷多日的张伯鞠 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 他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公贤胡同 一所居宅割爱出让 这套居宅本是清宫太监李连英的旧宅地 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华住宅 对于张伯鞠来说 只有忍痛出让心爱的宅院 才能筹到收购尤春图的资金 今天在北京后海南院二十六号 有一所并不起眼的小院 这里就是张伯鞠与夫人潘素 生前居住的宅院 与卖掉的那所宅院相比 这所就狭小得多 六十多年前就是为了收购尤春图 张伯鞠最终卖掉了心爱的大宅院 全家搬到小院居住 这位女士就是张伯鞠的女儿张传采 当年父亲为了买画卖掉宅院时 她还只是一个孩童 尽管如此 对于曾经生活过的那套院子 记忆却格外深刻 那我印象还是深的 那是不会忘记 整个的院子都是枣树 你想十几屋的院子都是枣树 你各式各样的枣都有 大的小的葫芦枣都有 就想象这真可惜 怎么有人都把它罚了呢 后来才知道这房子已经卖了人家 虽然全家都搬到了较小的院落居住 但张伯鞠的夫人潘素 却没有丝毫怨言 那我母亲是支持我父亲 你不卖掉这个房子的话 那根本没有 那实际上经济上没有 光吃饭呢 还能凑合 你要买这张东西 不是少数的 所以你让他怎么样敢做 他都愿意的 卖掉房产 虽然筹到了一定的资金 但距离收购由春土所需的 二百两黄金 还有一定的差距 丈夫的忧虑没有逃脱 夫人潘素的眼睛 可自己如何被丈夫分忧呢 思索一番后 潘素取出来自己的首饰盒 凝视着心爱的首饰 潘素担心的 却是这些珠宝是否足以弥补 丈夫欠缺的款项 最后连佩戴多年的一对耳环 也放弃了 潘素让丈夫去把这些首饰卖掉 惊诧之余 张伯鞠意识到 这是夫人陪嫁的首饰 虽然他不愿如此 但在潘素的坚持下 还是卖掉了这些首饰 张伯鞠将卖掉宅院 连同变卖首饰的钱 陆续筹到二百两黄金后 就和卖方代表李卓青相约 在马宝山家进行交易 张伯鞠距离尤春图 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步却走得无比艰难 在马宝山家 张伯鞠将得来不易的二百两黄金 交给了李卓青 这是二十根金条 每根十两 但令张伯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变卖居住多年的宅院 才筹到的金条 竟出了差错 卖方代表李卓青 在一九九一年的一封信中 回忆了这次交易中的意外 事先与张伯鞠谈妥二十条黄金 交钱拿货时 特请金店师傅来验证黄金的成色 张伯鞠所拿金条 每条成色仅六成 二十根金条 折合纯金只有一百三十多两 这让张伯鞠百口莫辩 是卖宅院时被人欺骗 还是中途金条被人调包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意外 张伯鞠完全没有头绪 但他知道 自己已没有多余的黄金可以补交 可如果今日不能完成交易 一旦卖家变卦 游春途将与自己失之交臂 关键时刻 马宝山挺身而出 为张伯鞠做宝 答应日后将黄金补齐 我父亲要做担保的 这样担保了 首先一个他跟李卓青 关系非常好 我父亲跟李卓青关系非常好 再一个呢 也了解张伯鞠这个人 他不是赖章的人 平常多少次交往都知道 人性都知道 李卓青呢 同样也知道我父亲这个人品 那是说一时一说二时二 非常讲诚信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父亲做担保 才能够起到作用 李卓青非常敬重张伯鞠的为人 又有好友马宝山做宝 最终将游春图交给了张伯鞠 捧着来之不易的游春图 张伯鞠难以遏制心中的喜悦 百感交集 今天在马宝山的儿子马国庆家里 珍藏着一副对联 这是张伯鞠为了感谢马宝山 全力促成此事 赠给马宝山的一首藏头诗 马宝山的名字 成为诗句开头的一个字 张伯鞠用宝剑和烈士 山珍和涛夫 来形容自己与马宝山之间 因为保护游春图 而结下的深厚情谊 得到游春图后 张伯鞠每天都会拿出来仔细观赏 为了纪念千辛万苦得到游春图 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 春游主人 他就把他这处新居所命名为展春园 在展春园里面时时展观游春图 并且和友人诗画 词曲 惆怅 这可能是他一生当中 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这些产品确实已经给他的生命 打上了一个很重的烙印 成为他自己一个人生阶段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得到游春图的张伯鞠 万万没有想到 命运向他开了一个玩笑 得知张伯鞠购得游春图的消息 两位友人专程前来观赏 但当朋友仔细观察游春图后 却突然指出 这幅画并非展子前的原作 这对于张伯鞠来说 无疑是一个晴空霹雳 有人认为 从画中人物所带的一种貌式 浮头来说 游春图的时代并非随代 唐中期以前的葡萄 是软软的 短短的 上边这个发际这儿 当然也是不成型的 战子前游春图里边的 后头的它这两个脚 两个刺已经相当长 而且能明显地看出来是硬的 是向两边微巧 所以虽然还没到宋初 这个起码也是晚唐古代 而画中建筑物上出现了斗篝 有人推论游春图的时代不能早于晚唐 这里边有房子 有一座类似于像小庙似的建筑 里边还有一个很讲究的 飞檐斗拱的殿堂 斗拱不是随代的 绝不够随代 够晚唐就不错了 而以建筑物中吃尾的特点推测 游春图的时代 甚至都不能早于北宋 屋子上边那个两个脚 最高的地方那两个装饰物 叫吃尾 吃尾不但不是随的 连晚唐也不够 就是宋初的东西 北宋初年的东西 这位友人提出随代化作 能流传到今天的可能性极小 怀疑这幅画是北宋时期的摩本 这些疑问将张国居 推上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难道他倾家荡产 收购来的游春图 竟然不是真迹吗 游春图第一位收藏者 就是北宋的王国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赵吉亦虽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 却是一个大收藏家 鉴定家 他亲自在画上提醒了 战子前游春图六个字 我们把这幅画称为 随战子前游春图 是因为这个图卷的前端 是由宋徽宗寿金体提写的 随战子前游春图 这么几个字 那么历代都把这件作品是看成 随战子前的真机的 再然后是明末的大书画家 大鉴赏家 收藏家 董奇昌的提拔 所以这个地藏过程比较清楚 古代的明基 流传过程这样清楚的作品 也不是特别多 这是对于它的可信度 有一个侧面的佐证 如今对于游春图 是否是随战战子前的原作 依然存在着争议 但即使是宋代的皇谷之作 它依然是一件 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游春图由于它保存了 早期绘画的一些 这种制作的风格特色 它即使不是一个 战子前的原作 它也在这个艺术价值上 并无损于它的地位 这是张伯居与夫人潘素 晚年的一张照片 1952年夫妇二人将游春图 转让于故宫博物院 游春图进到我们故宫博物院以后 据我所知 曾经进行过装表修复 因为当时状况已经很差了 现在保存状况良好 属于我们故宫博物院的 一级甲等文物 也就是镇库之宝之一了 1982年2月 张伯居在北京病逝 享年85岁 由他捐献给国家的珍贵文物 达上百件 除游春图外 另外还有八件 国宝级的书画作品 在所有的这些收藏家当中 张伯居就成为了最特别的一个 他把他的印记 就深深地打在了 这些产品的生命历程当中 虽然他并没有像原辩 像乾隆皇帝那样 在画上乱概印乱提子 但是最终把他的生命 和这些场景的生命 是融为一体了 如今作为故宫的镇库之宝 游春图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每一个了解游春图 传奇经历的人 都会向张伯居先生 致以深深的敬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